大家好 我是张朝驸马蒋网正 同时是中南海情报站站长海外组织部部的 今天是2020年的4月19号 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23点02分 我跟国内呢有两个小时时差 那么大概在我做上一个视频以前 就是大概一个小时以前 那么国内传出孙力军被查 那么其实孙力军被查呢 其实对我来说我真没什么兴趣 很多人说孙力军被查就说明王岐山倒了 孙力军跟王岐山没有直接的关联 孙力军跟王岐山的关联呢 是大家通过郭文贵有一个错误的感觉 是有一个错误的感觉 我刚刚呢用这一台电话 给墨尔本的一个City的孙力军的一个好哥们 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现在也不清楚什么情况 但是呢我的就是外面的那台手机 就中南海海外情报站 就这个手机上面就有一些信息 就有一些独家的这个资料 那么我现在这里呢 我把这个东西移过来了 等一下 我现在这里是 原来是那个五条线 现在是六条线 跟孟建筑都没关系 跟孟建筑都没关系 好吧 孙力军孟建筑没什么关系 他们的关联性全都是你从郭文贵的口中 被你的脑子被郭文贵的屎给冲坏了 所以有了关系 好吧 孙力军跟孟建筑没关系 跟王岐山没关系 好吧 好 胡锦川的团团派打我的电话是8008 江泽民的禅部打我是7995 习近平中办是2789 习近平地方势力是0883 浙江省委省政府杭州市委市政府7723 77723 我加了一条专线叫做川群 川渔群专线 那么我现在这一条线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现在这条线是从上海来的 孙力军所关联的 跟孙力军所关联的这个案件 跟大家都没想到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想到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孙力军竟然关联到上海快路施建祥案 和上海步兴的朱一栋案 那么我们要了解 孙力军现在的这个岗位 是公安部副部长 公安部党组组委员 港澳办主任 就香港澳门的公安的事务都归他管 那么他去香港澳门的管这个公安的事务 是主要是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主要是因为一个事 什么事呢 就是原来郭文贵海外追逃办 因为郭文贵案的审结 这个追逃办变成 中国经济维稳办 中国经济问题维稳办 就你在中国有经济案件的 有一个维稳办公室 就是你国内比如说被人搞了钱 你跑了 被人搞了钱 你在海外 你需要上访 就是他这个办公室 好吧 像蒋王正 被宁波国安敲诈勒索 就是他那个办公室 好吧 就是这么个原因 就这个办公室 那么孙力军这个混蛋 到了香港以后干了什么事呢 我无数次告诉大家 很多人人走了 但是钱还留下 钱留在哪里呢 钱留在香港 很多P2P的实际控制人 人跑到美国去了 加拿大去了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等等等 郭文贵翻不了身 好吧 孙力军跟郭文贵没关系 好吧 孙力军当初的时候 去美国 第一是为了郭文贵 第二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第二是为了施建祥 好吧 孙力军从施建祥那里搞到钱 从郭文贵那里没搞到钱 好吧 因为郭文贵没钱嘛 孙力军没搞到钱 是从施建祥那里 他搞到钱 今天孙力军出问题 就出在施建祥案 上海快路的施建祥案 和上海步兴的朱一栋案 那个上海方面 给我传过来的消息就是 朱一栋要求在 在上海自贸区 审理 就是孙力军和其他的人下的令 那么现在案件可能有一个 就单单施建祥跟孙力军的这个案子 就可能高达一个亿美金 施建祥是大概是把四十多个亿美金 四十多个亿的加币 四十多个亿的美金 一分不少的打进美国的人 所以我说了P2P 我不佩服任何人 我只佩服一个人就施建祥 好吧 那么步兴呢被抓呢 听说也被孙力军撸了羊毛 孙力军后面是谁的人 我不做评价 我也不知道 好吧 我认为孙力军跟王岐山是没关系的 跟孟建祥是没关系的 孙力军跟王岐山孟建祥有关系 全都是你们的脑子 被郭文贵的那抛石给冲坏了 中共现在都是开始周末打老虎 周末孙力军回北京干掉 那么听说还有众多的P2P的 外逃的实际控制人 被孙力军所率领的 这个叫做中国经济海外维稳小组 敲诈勒索 跟傅政华也没关系 好吧 你们这种想法都是被郭文贵那抛石给冲坏了脑子 孙力军今天出事 因为消息才刚刚出现 千万不要被郭文贵带走了错的方向 我刚才我其实是想去看看 但是呢我不想为了孙力军的视频 把我前面那个视频给做坏了 其实前面那个视频我骂了很多人 没办法 我的性格就这样 好 我继续告诉大家 我另外的一个消息 我不知道等话会不会重叠 如果等话会重叠 我再来通知大家 好吧 我认为孙力军主要的问题是出在 对P2P一些涉及案的一些人上 孙力军担任了公安部副部长以后 对P2P的这个外逃的人上了21个红色通缺力量 其中有一个还是我朋友 其中有一个还是我朋友 我认为孙力军的这一次的出事 跟孙力军对P2P对P2P实际控制人的敲诈勒索 分不开 什么东西啊 你们在骂什么 我没看明白 郭文贵你就别别说了吧 我说一个亿美金 当失见祥案就设了一亿多美金 好吧 不兴可能也是十几亿人民币 被孙力军搞掉了 好吧 还有其他众多的P2P的实际控制人 都受过孙力军的敲诈勒索 这个呢 我原来就有耳闻 但是我认为是正常的 如果我在那个位置上 我也这么干 孙力军原来通过一个朋友 想插手我的案子 他通过一个朋友来问 你的诉求是什么 因为现在很简单 未来的公安部部长就是王小洪 好吧 现在的公安部部长年纪到了 到站了 就是王小洪 现在的公安部的纪委书记 就是习近平的干弟弟孙兴阳 习近平不认这个干弟弟 习近平的妈齐心也认这个干儿子 好吧 是孙兴阳 那么 孙力军很想干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但是 但是 孙力军 很难干那个副部长 资历不够 后台不够 什么不够 所以他想插手一些案子 我的案子他也想插手 来通过一个朋友来问我 到底的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说就要习近平道歉 就要习民责朋友 所以就这里两个诉求 好吧 而且我还借了孙力军朋友 那个朋友50万美金 孙力军的这个背景 我就不做评价 没有什么好聊的 但是我从上海方向传过来的消息 它是跟施建祥 有一些关联 跟 朱一栋 有一些关联 好吧 其他就不重要 其他就不重要 赔税或者道歉 二选一 好吧 不重要 真不重要 P2P公司倒了 那些语气 这个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评价了 孙力军的案子 我会继续跟踪 我会继续了解 有最有最权威的信息 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报告 好吧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直播 See you later Everybody 拜拜 拜拜